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的視頻,我是李國慶 今天港股只有輕微反彈 要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 二美兩個因素就會決定到港股後市反彈的幅度 我們先看今天港股的走勢 恆指全日升了37點,收報22820 其指反響得有97點,收22851,高水31點 但縱使如此,其實兩個指數的反彈幅度都是很小 相對於上星期的跌幅真是微不足道 各指反彈還少得16點,收報1133 上證指數好少少,反彈11點有0.5%,收報2325 但整體來說,香港的反彈或中國的反彈都不算很厲害 為甚麼呢?就是因為匯豐公佈了中國二月份的PMI初值 只是報50.4,較預期和上個月的52.3都是為低的 我認為中國利好因素是有所減少的 港股能否進一步反彈呢? 就要看外圍的兩個因素 我們先看看匯豐中國的PMI 它創了四個月新低 我們網站也有報導這個新聞 上證指數今天呢 你見到今天雖然有少少一個紅刀 反彈了11點 但其實就是仍然受制於這些平均線 我仍然認為下面兩級主要支持位在2275 和下面223這個水平 除非再很大的反彈 否則的話可能都是反覆會落去多 我們先看看外圍因素 影響到港股未來走勢 第一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大選結果 今晚11點之後 估計會有初步的票站調查 知道哪一黨有機會獲勝 你明天星期二早上 應該大概知道的結果 估計如果中間偏左的聯盟勝出 他們會繼續執行緊縮政策 就有利歐文歐元 歐債危機等 總之就有利 利好這個港股 第二件事 更加重要的就是 星期二晚 聯儲局主席帕南俠 就會有些講話 市場就會很重視它的講話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剛剛上個星期才說完 聯儲局又可能會收水 究竟主席你怎麼看 大家就在這裡一定是 伸長張耳聽他說什麼 我個人估計 帕南克其實都是一個很厲害的政客 這些都不會說太差的說話出來 一定是會說利好市場的因素 事實上其實你看美股 星期五是反彈的 這幅圖雖然看不到它很彈 總之它其實你看到的指數 上回14000 剛剛上回14000 就是說上個星期 其實本來那些擔心 好像沒有了這樣 那 除非說美股真的跌穿13800 那些水平 甚至乎我認為 就算跌穿13800 也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可能是後秋 去年九月那些高位 即是13600 那些高位 除非跌穿13600 這個才是很重要的 否則的話 美股其實暫時看不到它真的很差的情況 好了 那看對港股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外圍因素 包括還有一個日本因素 其實都是比較利好香港的 但是是不是港股可以彈得很好呢 你看恆辛指數 今天這個彈幅相當輕微 一來就是香港政府出了招 但其實內地都是在做一個 宏觀調控樓市的政策 在這個背景之下 估計大市彈的幅度 是相當有限的 除非 我覺得它未必會彈得 升得穿這個 這個裂口的底部 我途中這一條線 就是多少呢 這個是23164點 記住這個23164 除非彈穿這個位置 否則的話 未能延好 我甚至乎覺得 其實下面這條線 231區 都未必能上得去 除非歐美那些 真是很好的狀況 才有機會說 升得穿 那你之後會怎樣呢 仍然都可能會反覆沉底 就是下市224,000 22,500區 起碼去到那個水平 才會說 是不是在那裏回穩 我要那時候再看 好 今天分享這麼多 多謝大家